各位关注笔吧 肯定是因为想买笔记本电脑吧 应该是吧 那除了买人生第一台笔记本的大学生 相信还有很多人在考虑换一台全新的笔记本 特别是游戏本 12代酷日要更新了 30系显卡正值壮年 玩起来肯定很爽啊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各位手中的老笔店究竟还值多少钱呢?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 我前段时间在B站发了一条动态 询问大家目前都在用什么显卡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B站的有钱人还是多啊 用的笔记本都比较新 点赞次数由多到少 意思是1650、1050Ti、3060、2060、1060、1660Ti和960M 这些游戏本里面 GTX1650、RTX3060目前还在售 1660Ti、2060在去年的大饥荒下清过仓 差不多也是明码标价的 但GTX1060、1050Ti、960M 这三款显卡退市有段时间了 很多新用户对这些老游戏本比较陌生 因此我们干脆就各挑一台 把这三款显卡的电脑买了下来 它们分别是小米游戏本、联想的整局者R720 以及戴尔的游侠7559 这些都是当年的热门产品 我们也曾经都推荐过 这么久过去了 这些还在服役的老游戏本 性能究竟如何 还能值多少钱呢? 今天我们就通过各种测试方式来综合分析一下吧 GTX1060的热门机型挺多的 像拯救者的Y7000P、卫星的GS63等等 它们当年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型号 小米是GTX1060游戏本里上市比较晚的一批 还记得那会儿的小米先跨界推出了轻薄本 紧接着往游戏本市场进军 尝试和众多巨头们封一杯羹 在七代处理器的尾声推出了第一代游戏本 发布会上宣传的噱头很足 能带进办公室的游戏本 性能媲美高端万元的游戏本 后来嘛 各位也知道 它们先搭载了七代酷睿 结果一个月后八代酷睿处理器发布 小米直接49年加入国军 然后还没赶上高刷新率电竞屏的浪潮 所以逐渐淡出了玩家的视野了 如今小米游戏本系列也不再更新了 取而代之的是主打性价比的红米游戏本 不过提到GTX1060还是这台电脑给我的印象最深 怎么买到的是小米后期迭代的八代酷睿版 七代的产量实在太少了 几乎绝技 八代相比七代酷睿 最大的提升就是核心数 从万年不变的四核提升到六核 多了两个核心 对当时的笔记本来说已经不能算是挤压膏了 我们照例给它来跑个分 Citybench R20多核循环 摘在电脑只有2300分左右 成绩比较低 六核i7处理器跑出的分数 跟咱们最近测评过的四核H35轻薄本半斤八两 主要还是因为小米游戏本CPU功耗设定偏保守 PL2时间内功耗还能坚持在90W 而到了PL1阶段直接牢牢的锁住45W 导致CPU的频率不高 因此成绩感人 不过这个显卡部分GTX1060的表现还算凑合 Time Spy3654分 这个成绩勉强和新版的GTX1650T占成平手 FSE5041分 会比现在的GTX1650T高一点 两者的性能水平也有5开吧 不难看出来 虽然GTX1060当年叱咤风云 但是放到2021年底 它的理论性能只能跟入门级独显GTX1650T差不多 哎呀 不服老不行啊 我们也实际测了一下游戏 单机大作方面 古蒙里影暗影它也是能跑的 只不过这个画质就不能有太高要求了 低画质下Benchmark平均71帧 再高一档画质可能就到不了及格线了 而最近推出的极限竞速地平线5优化还是不错的 最低画质下平均88帧 完全可以玩 至于稍微对配置有些要求的游戏 比如说赛博朋克2077 哎呀 还是别难为它了 如果你想拿着这台电脑体验一下3A游戏 那老一点的单机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在Steam游戏库里翻出了刺客信条起源 画面调整到中画质来试试看 总体效果还行啊 测试的平均帧数也能达到69帧 甚至还可以再开高一档来感受一下信仰之悦 当然了 主流网游这台电脑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比如说当年很火的绝地求生 1080P 三极致 训练场也能保证到80-100帧 吃鸡的优化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GTX1060的游戏本可以流畅运行 除了游戏 其他软件我们也试试看 Adobe 3000套测试能够比较好的反应性能 虽然我知道各位用的不一定是这三样的工具 但是对应的测试成绩能更好的量化电脑的单核多核性能 首先是Photoshop 由于i7-8750H的单核频率不高 只有4.1GHz 所以成绩偏弱 假如你的工作流里有单线程需求比较高的应用 那么这些老游戏本的处理器短板就比较明显了 不过核心数的优势还是有的 AE测试中 因为多核性能得以充分利用 所以能跑到1000分以上 P2也能跑完测试 461分 虽然性能和主流游戏本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好歹6GB的显存在剪辑时能发挥不小的作用 至少在跑的时候不会报错 应付一些要求不高的剪辑工作是足够了 总体来看 GTX 1060的性能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主流的网络游戏 这台游戏本还是可以轻松胜任的 对于画面特效不敏感的玩家来说 中低画质的单机游戏他也能玩 不过CPU性能有些拖后腿 内存频率也支撑不住网游的高升率 还有就是比较看重单核频率的应用 这台电脑的老处理器表现还是会偏弱一些 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成绩我们发现 这台GTX 1060的小米游戏本 跟主流5000元出头的游戏本表现接近 但是它的内存频率还停留在DDR4 2666MHz 导致网游的帧数偏低 风扇在满载时格外吵 打游戏的体验要差很多 再加上经过一年多的使用 外壳有很多小的磨损 综合考虑我认为它值4000块钱 OK 第一台老电脑测完了 我们发现19年的老游戏本还能再占 预算紧张的时候选老游戏本也不是不行嘛 哎呀 这个19年的的确还行 那更老一些的呢 比如说这台17年上市的拯救者R720 这个R720的R和AMD是没关系的 它搭载的是i5-7300HQ 是一颗4核心8线程的CPU 是经典的Intel 14nm Skylake架构 全核最大频率只有3.1GHz 频率跟苹果的AMI Max持平啊 嗯 很牛逼 但性能嘛 你懂的啊 Cinebench R20循环 成绩只有不到1100分 因为这颗CPU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 只有3.1GHz 现在的轻摸本都能跑到4GHz以上了 这么看来 5年前的游戏本 CPU性能确实落后太多 显卡部分稍微好一点 GTX1050Ti也是一代经典啊 想当年能用上这个显卡的网吧 基本都改名叫网咖了 不过 笔记本的1050Ti 对比桌面平台还是会有一定的性能差距 功耗限制的会更加严格 频率也低一些 而且1050Ti对比1060 性能差距也不小 3DMark Time Spy 这台电脑也只能跑到2370分 也就比25W的MX450高一丢丢 非要说这张显卡哪里比MX450强 那可能也只剩4GB大显存 能稍微拼拼小白了 实际游戏体验 古墨里影暗影低画质 这台电脑也已然撑不住了 只有49帧 除非是进一步降低特效到最低画质 否则流畅运行肯定是差的远了 极限竞速地平线5就相对好一些 正好60帧 还在及格的标准线内 刺客信条起源就比较头疼了 GTX1050Ti在中画质下只有不到50帧 看来当年的终端显卡 想唱完一些单机大作还是挺有难度的 不过呢 GTA5在这台电脑上还是可以玩的 即便是在预设高画质下 平均依旧有86.5帧 偶尔来洛盛都观光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网游这边其实还行 那会比较流行的守望先锋 在这台电脑上能够跑到平均105帧 不过这台电脑原本的屏幕只有60Hz 运了我这种高张率游戏 体验可比电竞品游戏本差远了 总体来看 这台四核心八线程GTX1050Ti的游戏本 性能确实有些过时了 整体表现跟目前搭载MX450的全能本类似 我觉得它值个2500块吧 本来我是觉得要3000块钱的 但是这台机器卖家自己动手换了一块120Hz的屏幕 小小升级了一下 可惜换了屏幕之后 无论怎么装驱动都没法调整亮度 并且更换这块屏幕面板的质量一般 导致整个屏幕颜色偏红 感觉从升级就变成了反向升级 碰到这种情况价格肯定要打折扣的 好的 看完了10系显卡 我们还剩一个9系显卡的老游戏本 GTX960M 机型我们选择了当时的大热门戴尔游侠7559 那阵子英特尔跳过了5代U 直接从4代升级到了6代 NVIDIA显卡也是越过了800系 直接从760M升级到了960M 这台游侠7559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价格 i5加8G加960M那段时间只要5000多 这一对比当年的60游戏本真的是好便宜啊 我们也同样测试了一下性能表现 Cinebench R20 这台搭载i5-6300HQ的笔记本 和上面的i5-7300HQ简直如出一辙 都是勉强凑到4位数的得分 受限于最大只有2.8GHz的全核锐频 这颗标压处理器的性能表现 哎呀 在今天看来是真的打不过轻毛本的低压处理器啊 那显卡呢? 笔记本显卡和桌面端显卡同架构同规格 实际上是从10系显卡才开始的 而9系卡的桌面端和移动端采用的是不同核心 比如说这张GTX960M它采用的是GM107核心 跟桌面的GTX750Ti是相同的 而桌面端的GTX960用的是GM206核心 和GTX965M比较接近 实际性能跑下来 这张960M在3DMark Time Spy中跑到了1251分 好低啊 分数勉强占评今年的Intel核显 实测也是如此 单机游戏跑了一圈 只有2015年上市的GTA5勉强流畅运行 其他几个单机在中低画质下也只有30帧不到 网游可能相对好一些 但稍微把特效开高一点显卡就承担不了重负了 主要还是因为这几年随着硬件性能的升级 网游对于电脑的性能需求也增加了 游戏已经是这个表现了 生产力就更不用提了 这台四核处理器的笔记本跑新版的Adobe非常吃力 一方面是CPU性能真的不太够 另一方面内存容量也有些高级 当年的主流还是8GB双通道 对于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 连测试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 所以说这个成绩大家看看图一乐吧 所以说这台搭载GTX960M的四核老游戏本 在游戏里的表现只能说是只有和弦的水平 硬要我估价的话 现在4000元以内就能买到性能不差 外观好看的轻薄本了 买这台电脑必须舍其外观和便携 我最多只能给1500块钱吧 它的内存 CPU显卡性能现在看来真的很弱 网游帧数甚至还不如新推出的轻薄本 上面的测试做完了 对于这三台老游戏本 我们总结出以下几条结论 第一 搭载GTX1060的游戏本 性能接近GTX1650Ti的新游戏本 第二 搭载GTX1050Ti的游戏本 和我们常见的MX450全能本性能比较接近 第三 搭载GTX960M的游戏本 性能和目前常见的核显轻薄本比较接近 第四 这三台电脑的处理器性能 均要落后于现在新推出的轻薄笔记本 这些电脑我们入手的价格分别是 2200、2900和4000元 价格和我想的有一定出入 但对比全新性能接近的电脑 它们的售价低不少 花费更少 性能更好 怎么想都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尤其是手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 不过买二手产品是得付出一定代价的 这趟评测体验下来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二手的购买流程很麻烦 所以说老游戏本的优势 主要是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优的性能 而新电脑购买流程 验济流程简单 售后方便 故障小 损耗少 这也是新品应有的附加价值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可以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速度三连 这些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比划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